长河直昭花意气 谷中碑尿别孤地 港山沉盛你叫名 美德普照大地 我未淡数水中仙 古酒飘泡惟见面 苍生只待你一笑 百花千里露鸿耳 连世中断唱梦 故影片似同微风 连世花 半生好尽哀未浓 情颜虚断肠里 远钞色要退未退 连世花 只身往复逐流水 明眸若雪映单身 空山沉如沾遮吻 今朝识别你一笑 九生死亚独遗痕 风遮吻 荒草也不也恨 荒草, 你看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這些全部都是新買的 以後就沒人敢再慰落你了 謝謝你這麼厚袋圈圈 圈圈根本就是美人杯子 什麼三大美人 對, 我看就要改寫了 應該加上你下去 是四大美人才對 就算圈圈能夠脫胎換軍 也是姐姐的功勞 你也不少幫姐姐 那個辯夫人花二萬兩銀 買個劉色色回來 我所費無幾, 還有個杜鵑 還聽教聽話, 比她多多聲好 讓她斥著自己有三個兒子 就單單打打 那她那三個兒子也是激她的 是嗎?怎麼激呢? 是不是二公子又喜歡伏儀呢? 那倒不是 不過關乎他人的事 說了就像是非一樣 還是不說了 你不說就算了 防人之心不可無, 是對的 姐姐, 妹妹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事關重大, 事情還很出人意表 原來二公子喜歡的是 伏者、寡嫂、辱者 是嗎?這樣就真是不開玩笑了 姐姐 余夫人 姐姐, 怎麼這麼清閑 三位公子沒有來替你請安嗎? 他們早就來過了 他們有很多正經事要做的 哪會像那些輔導人家這麼空閒的 姐姐 他們三個個個不得大人器重 我們夫人真是安樂了 我一向都覺得姐姐你有福氣了 你看看, 越來越富泰了 三位公子的確是很孝義的 餐餐開餐的時候都是去勸吃的 夫人圓潤一點又有甚麼所謂 是的…所以肉額就要配襯姐姐 這麼圓潤的人戴才好看的 我特地拿過來送給你的 為甚麼不破肺? 是嗎? 那姐姐你與玉有緣 你看看, 是彩玉 姐姐, 你看這隻彩玉夠不夠彩 看過 真是挺彩的 將來你彩玉, 彩玉這麼叫 越叫就會越順口 余夫人, 你是來送玉額給我們夫人 為甚麼在這裡說著彩玉? 是玉額, 是一個人 將來二公子除了恩家寡嫂孫彩玉過門 姐姐你就彩玉彩玉叫著媳婦 你說甚麼? 我這隻肉額特地送過來 恭喜你這位新安人 還有, 媳婦還沒過門 就有孫女抱 你說是不是羨慕死人了? 媳婦人, 你不要亂說 甚麼亂說 我連小肉額都買了, 姐姐 阿婷婷真的很乖 姐姐, 你沒事吧? 你別告訴我 這麼大的喜事你也不知道 我還以為你很開湯接受到 阿婷婷 這件事你從哪兒聽回來 姐姐, 你真的不知道嗎? 二公子沒告訴過你嗎? 你不是說他一向都很孝異你嗎? 小心, 夫人 辯夫人, 難得你大嫁姑娘 給我閉嘴 我們夫人就算養一隻狗 也懂得擺尾床門口 現在養著你欣家這群人 到頭來也有男盜女槍 新大姑, 請你出言莊重點 不要擁有你家夫人的體面 你這把嘴挺厲害的 我三個孩兒人才出眾 難怪有這種低三下四的人 向他們打主意 辯夫人 這件事和三姑娘完全無關 大嫂, 又不關你的事 不要說話 甚麼不關她的事 就是這個不知廉恥的寡婦 勾引我們二公子 三妹, 真的不關我的事 芳芳這件事我真的沒說過 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會知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沒得抵賴 你出聲, 甚麼事 安人, 我… 娘, 不要再逼大嫂了 事情不是他們所說的 甚麼不是 就是這個妖孽女子不守苦道 自己守寡 還帶著女兒來勾養我們二公子 貪圖桐家富貴 新大姑, 不要再侮辱我大嫂了 二公子和大嫂是兩情相悅的 本夫人難得跟你情口洩之爭 我來告訴你們 沒有本夫人同意 你們欣家休想介入我曹家 大嫂 福兒 是呀, 辯夫人不可以得罪 萬一她乖聚你 那就想嫁入曹家也沒有希望 一天都是你 娘, 不要把兩件事拉在一起說 這件事的關係 對大嫂和二公子的終身幸福 大嫂, 不用擔心 事情不准有解決辦法 對了, 玉姐和二公子的緣分 辯夫人也未必能當得住 放心 子民見過爹和娘 子民 你是不是和恩家的寡婦孫彩玉 事有來往? 沒錯 是呀, 為甚麼你這麼糊塗 你有沒有考慮過自己的身分 你有沒有考慮過她跟你匹配不匹配 爹, 霞兒從來沒有忠誠過任何的女子 是因為霞兒還沒找到一個 能夠與霞兒匹配的女子 直至見到彩玉 我知道她就是理想的妻子 她是我所見的女子之中 最堅勵不屈的一個 我知道即使她知道戰死沙場 她也會為我謹守家門 撫養我霞兒成長 讓我無後顧之憂 你看看你 有一批布錦牆來賺那個寡婦 你真是鬼迷心笑 這些是你要的妻子, 不是我要的媳婦 爹 凡你做得我曹家媳婦的人 必須要絕非等閒之輩 一定要能夠扶持我們曹家的基業 子民, 爹已經在籌繆 你和義德公主配分的事 還可以和爹說 義德公主是爹你想要的媳婦 並不是子民想要的妻子 是要說話說完 爹, 娘, 子民才能告退 子民, 子民 大人, 那怎麼辦 還你一個醜騙的鞋 必須要聽老夫的話 拉人, 不要, 愛人, 你不要困著我 不要吵 不要吵 阿人, 愛人, 我求求你 快點, 先幫她打小媳婦 我幫她打小媳婦 伯妤, 伯妤 雅姐 親手 阿三姑娘, 孩ine, 你不要打了 把我拉到頭也尺了 我就免得那辮夫人發惡的時候 把我們頭上拉到來 萬事抬不過理智 這裡是丞相府, 我們是寄人離客 人家是腥大, 我們就要腥小 哪有人跟你說過理智 福兒, 你去哪裡? 我來說你 你是這個女兒, 我又找不住 一天都是你這個賤人 安爺, 被你累死了, 你還騙? 我來兩天, 安爺 我姻家雖然不及你吵架加聲顯下 但還是書鄉世代 而我大嫂, 亦知書色黎, 言良贖德 福兒, 你也應該知道 本丞相對你一向是敬重有加 對你們姻家, 亦從無嫌棄之義 只不過子民要和你家寡婦配婚 此婦並不合當 但是稟姓上, 義公子許, 剛勇萬丈 而我大嫂, 又順堅忍 正好是剛柔並濟, 最匹配不過 而且義公子視庭庭如己出 由此可見, 他們兩人確實有緣, 大人 做我的曹家媳婦, 並不是只說品性 關於這一點, 你也應該明白 就算如此, 大人只是情願要多一個 不是很喜歡又又賢慧的媳婦 還是沒有了一個慈拼沙場的勇猛客儀 福兒, 你太不了解子民 他只會為國鑽軀 不會為了感情而放棄一切 只要不讓他們見面一段時間 感情的事就慢慢會丟毯了 大人, 你明明看感情, 看得太簡單了 若然大人你一意阻撓 恐怕他們會做出一些令大人你也意想不到的事 好, 二哥, 你不用怕, 我現在替你求我爹 老婆, 老婆, 你不能去的, 老婆 子民, 你們竟敢擅闖孫王 大人 爹, 我和祥福情投意合情比金堅 無論前面是山是水, 就算是荊棘火海 老婆, 我們亦願意一起去闖, 勢勢在一起 子民, 要說的話, 爹之前已經說過 現在只有兩條路, 任責其一 一, 是馬上跟二德公主配分 二, 就是發配邊疆永不復回 那請你把子民發配邊疆 不要呀, 大人, 二公子一口發配邊疆 就會大戰難成, 一生前途盡毀 請大人收回成命 蔡玉, 子民可以捨棄成命 但絕對不會捨離而去 孫蔡玉, 只要你一日尚在人間 子民就難以死心 你一杯是毒酒 爹 如果你是為了子民著想的 就立刻喝掉它, 了結這段業縣 爹, 蔡玉 子民, 你保重 蔡玉, 子民說過, 絕對不會捨離而去 子民 蔡玉, 爹, 請說孩兒不孝 不可以再侍奉我爹和孫陸親 孩兒肯稱爹將我倆同合作 代子民好好照顧婷婷 如今大人應該相信 世間上他有自死不如之情 你真想不到, 子民竟然痴情若恥 你們喝的不去毒酒 還不謝謝大人的盛傳 爹 謝謝大人 你們要謝謝的不是母, 而是福兒 娘, 婷婷 大嫂, 恭喜你 恭喜你 姑姑, 為甚麼要恭喜你娘 你張叔叔就是做你爹了 真的, 娘 婷婷 安仁 丞相大人都不介意了 我真是高興也來不及了 你看他的手多厚肉 早就知道你有福響了 是呀… 你嫁了曹家二公子之後 這裡就是你娘家一樣的 爹掛山墳真好 沒想到你恩家出了兩個曹家的息符 娘, 你以為大… 不是, 玉姐才對 你以為玉姐先出嫁還是福兒先出嫁 掌友有罪 那你就要看福兒嫁的大公子還是三公子 那就不如別分掌友了 就來一個雙喜臨門 是呀… 夫人 恩夫人 恩小姐, 大公子有請 大公子真是海發腹樓為神奇 這麼簡陋的胡中亭 怕你一首報章也變得別人風味 福兒又何嘗不是 當日落幕消沉的人 經過你一手鼓勵 如今終於不負你所望 當日我千般失誼 也得到福兒你從旁鼓勵 兩位自強不息, 奮法向上 不但令爹對我改觀 而且更深得他棄重 你一杯, 指援敬禮 其實世事無僥倖 只會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靠你自己力真想有的 在我以後的日子 我也很想得到福兒你的激勵 如你日直相對 分開我每一分光榮 這雙贏明珠太過摧殘調舞 與我並不相配 指援, 你收回它 怎麼會呢? 福兒你是經世的絕色微人 人會老, 豬會黃 在尾勇貓, 都會有一天衰老 過了十年二十年 指援你依然要入中天 以逢要面對的就是吃衰愛辭 不會的 這是福兒經過很慎重的考慮和觀察 絕對不會有錯的 指援你要求的是摧殘奪木的一生 包括你身邊的人 而福兒想過的是天靜平淡的日子 和你根本難以匹配 福兒 與其將來大家都會後悔 倒不如今天就來個了斷吧 祝你也有心裡 在這邊 原來如此 他的背景 是特朗 記者, 生意 怎麼將 現在是靜平淡的日子 靜平淡都 坐了 出來 他 把他不給你 求 Rais 他不給你 你 cą到 美國 他不給我 老 芙兒, 你已經從大公子說清楚了 姐姐, 你怎麼知道? 從你輕快的琴音就已經表露無遺 芙兒說出來, 覺得心舒服了很多 芙兒的心只能交託給一個人 三公子的確是你最資深的人 希望子湖能夠最終連伯得到 也找到一個跟他匹配的人 世事又豈能盡如人意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運 你和三公子的確是一對逼人 要不是生長在拳傾朝野的丞相府 可能會更加開心 芙兒也希望可以和子健 生去百姓酬上之家 但正如姐姐剛才你所說 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命運去承擔 芙兒有一對漢頭世情的胃眼 更加難得的是還有這份承擔 姐姐, 你覺得怎麼樣? 芙兒媽, 我吃了你送的鱷魚肉 已經好很多, 氣轉少了 我想慢慢會好轉 你真的要小心身體 你放心吧, 我新作的曲都還沒完成 我不會讓自己有事 那芙兒, 芙兒就靜候姐姐你的新曲 你一定要唱給芙兒聽 一定 到時還要加上三公子所填的詞 我還要和妹妹合奏 這樣識識就此生無憾 大人, 你早就已經決定 和皇上結成恩親了 怎麼會突然改變主意呢? 芙兒說得有道理 子民寧願喝毒酒 也不寧願和宜德公主分配 如果再逼的話, 只有絕路一條 恩福時時也有這麼多狡忌 怎麼知道他們三個合在一起? 老夫相信芙兒 芙兒, 你也應該相信自己所生的霞兒 他們絕對不會這麼做 這件事如果再作阻撓的話 你就會失去子民這個好霞兒 我就是心痛自己的霞兒 才叫大人你收回成命 子民是我們曹家的義公子 怎麼可以娶一個再照之父呢? 這樣會毀他的潛情 如果你是為子民好的 老夫, 你就應該讓這件事 有一個禍邪的結果 我就是心痛自己的霞兒 我怎麼也不贊成 老夫主義已決 要不然你就當武三個子民 這個好霞兒吧 色色參考 見誠相大人 色色, 老夫今天心情非常煩躁 只想聽到你的歌聲和琴音 不想聽到任何推堂之詞 色色實無推堂之意 不過今天身體抱仰 實在無法為大人獻唱 不如就等色色清彈一曲 為大人解憂 不行 既要你談, 又要你唱 看來你還是不肯唱 好 今天就不用你談 也不用你唱 只要你聽 策畢 策畢 人如花飛 魂如短歌 誰曾愛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什麼事? 欣小姐… 幹嘛?彤彤?不是發生什麼事吧 是小姐叫我把古琴送給欣小姐 是你的, 齊姐送一個古琴給我 你別哭了, 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是呀 小姐…她說 那個古琴是小姐送給劉基 如今她命人送回來 彤彤跟我說劉基要回洛陽 姐姐要走?怎麼會這樣? 彤彤說劉基不肯唱歌給大人聽 捉路了大人 還有, 杜娟又可以唱劉基的歌聲 所以大人要續劉基出府 從今以後都不讓劉基唱歌 已經命人賜了失腥藥給他喝 姐姐 姐姐… 姐姐 好… 姐姐 言以斷, 曲難成 不要緊的, 姐姐 鳳兒可以為你撞上他 你可以撫琴, 鳳兒為你唱 姐姐 姐姐, 為何你要過文字盡這麼傻 劉小姐, 不要 我可以叫大夫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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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喜歡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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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姐 一個我 敬花歲月 沒法斷絕 我心比美是明月 淨如孤舟 少月深秋 寒如深深雪 淨淨 大人 福兒 福兒深夜前來 是有一事想相告 你來也對 老夫也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原來道娟他光是非凡 個性有如出谷黃鶯 如果你早來一刻 就可以大飽以覆了 沒錯, 福兒真的來遲一步 真正的黃鶯已去 福兒, 你有什麼事? 色色姐姐已經自盡身亡 色色她… 色色她真笨 老夫已經手下留情 要她不死, 遣她回鄉 她還是這麼不知自愛 她珍惜自己的歌聲 忍心於成名 大人, 你要廢她的聲音 如同要她死 她不肯為本乘上高歌 要聲音有何用處 難道大人 你真的對她的死 一點都不敢完成 老夫只是慶幸 她的歌聲並非獨一無二 原來訓練出來的歌姬 一樣可以有她的歌聲 老夫不需要再受她的閒氣 大人, 你錯了 當今世事 再沒有人可以唱出劉姬的神韻 沒錯, 在神韻方面 其他的歌姬確實有數不如 但是從來都沒有人敢罰入本乘上的心意 包括當今聖上 但是那天會 劉姬想唱而不能唱 是因為那個老天爺 賜給劉姬姬一個哮喘的環質 哮喘環質? 她為何不早點跟老夫言明 因為姬姬姬早已看頭細症 她知道即使說出隱蔥 也不會朝夜連色 只會朝夜苦中上下對她的淺淡 而大人你也不會再珍惜她 這個有缺陷的真品 老夫日理萬機, 有時難練出錯 但是從來沒有人敢指出老夫的錯處 只有福兒你敢直言進諫 福兒豈敢進諫, 大人 我只不想瑟瑟姐姐往生 至少還她一個公道 老夫會將這件事謹記於心 但是福兒你要記住 如果日後你有甚麼察覺 老夫有不時之處 你應該直言虧勸, 不可有所忌諱 大人, 何事犯粗 不如我叫道娟獻唱一曲 讓你解滿吧 夠了… 剛剛福兒告訴老夫 劉姬已經自盡身亡 劉姬死了?為何會這樣? 你整天在苦中 沒理由不知道劉姬還要哮喘 才影響她的喪音 為何沒有人告訴老夫知道 那個劉姬是便夫人買回來的 妾身真的不知道那麼多 不知道? 不知道你又要道娟代劉姬獻? 應理的你不理偏偏搞出那麼多風波 你也難切其咎 以後老夫不想再聽到 類似劉姬的歌聲 土居其應也神不似, 不知所謂 你快點準備酒菜吧 劉姬知道 劉姬這次枉死 老夫準備將她風光大葬 劉姬, 你要幫夫人打點一切 劉姬知道 官木選擇最好的藍木 木地選擇最好的風水地 但求劉姬她可以入土為安, 早登極樂 對了, 她生前並無紫色 劉姬, 新冠士 是 你記住幫她多選幾個兒子 擔買水 是, 夫人 想不到劉姬從洛陽來到這裡 都短短半年 就走上一條這麼絕的路 只嘆一句人生無常 至於手衣方面 就算用這隻桃紅色 妹妹, 似乎淡粉紅色比較適合 劉姬三十未過 正是方華正茂之年就死於非命 況且她生前並無紫色 根本不適合穿紅色的獸衣 姐姐, 你又不用提提劉姬 沒有子女送終 我也不想她有事 你別賴我害死她 現在余夫人你自己說害死劉姬 我們夫人一句都沒看起 口沒說, 心怎麼想一身大姑 其實這件事都是怪劉姬 她自己福薄命薄, 不怪別人 就算劉姬真是福薄命薄 也是有人擺佈的 如果大家不是鬥心鬥死的 又怎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我真的沒有全心害她 是不是全心的 大家心知肚明 經過劉姬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很累 我不想再鬥下去了 大人已經請示過朝廷 賜劉姬夫人名號 不過, 如果用生未寧換取 你覺得值得嗎 希望林姬入土為安 得到她一層世間得不到的平靜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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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此乃周朝 齊山周著出吐之文 其中有內由 就是由指援你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是, 爹 子媛近日都發著同一個 夢中風雲變色 天上突然穿了一條飛龍 四處搗亂放肆 就在這個時候 一個英偉不凡的將軍 隔著五色彩雲到來 拉弓人節就因天上的飛龍蛇殺 陰霾隨緒, 朝陽重燃 將軍朗然處留 子媛覺得夢境恥有所指 醒起, 府中失記使吳智 略懂天文術數 便即前往拯教 吳智道出, 天邊有異象, 人邊有異象 故中必陷原機 子媛也記得在勸龍壇工地附近 有一個人形石像 故請命日滑骨 誰知, 真是挖出了這個同雀盛水器 老爺, 並建有祈山周雀這四個箭 祈山周雀 爹, 看來這個真是周朝的文物 恭喜你, 大人 此乃吉兆 祈山周雀 乃是當年周雲王在奉命祈山 大燕群臣之時所用過器名 雖知, 雲王向以仁義見稱 而周朝亦是盛世之象 今天, 祈山周雀在大人施工的土地上出土 祈山周雀, 實乃天降伏宅之兆 既然有此徵祥之兆 何不就興建一座宏偉的殿堂 供奉此吉祥之物 酬神恩謝天義 亦可以一顯聖雙大人的威德 大公子所言甚事 大人所建的勸龍壇快將元功 何不加建為殿堂 供奉此銅雀為式的祈山周雀呢 上年河東大豐收 下官願捐獻十萬兩銀 之助大人加建殿堂 上告天下祭地 好呀 老夫有你們這幫才智之事 作為謀臣的確是天降伏宅 好, 日語將勸龍壇 改名為銅雀台 好呀 好 甚麼祈山周雀, 出土吉兆 還要配合大公子 鬼虎神宮的夢境之處 一體之內是大公子 悉心安排的把戲 但是大人深信不疑 就算把戲也會變成事實 方才為師多擔心你會一語道破 忽逆了大人的心頭大怨 那事情就更加難以扭轉 看來爹要以曹代漢之心 已經超然若結 再加上大哥著意推動 此心意 確實有提前執行的跡象 好 三公子 你終於看出 你父兄的鴻圖大計 這證明你已經大有進步 不枉為師的一番苦心 但是大公子所謂的順應天意 天就是大人 要順的也是大人的心意 看來大公子的心計進步了不少 而且也深得大人的歡心和倚座 這樣的形勢 對三公子非常之不利 大哥他機心一中 其散漢之心更為恥意 他日亂時一起 絕非萬民之福 大公子雖然摸透大人的心意 假同著以槍其德 勒命木以助其威 這個的確被他俗了先機 但是三公子抱著赤子之心 以文才人德 立信於大人 相信一定可以扭轉逆勢 紫健絕對不會辜負 兩位的期望 亦絕不器慮 萱小姐, 生衣被你嚇死我了 你為甚麼來這裡找我 如果被人知道 我和你來往過密 那就麻煩了 不是啦, 萱小姐, 我真的很害怕 最近我經常隱隱約約 聽到有人唱歌 尤其是晚上天播 對, 聲音簡直是劉基 不知道他是不是冤民不息 回來找我們算帳呢 算甚麼帳呢 要不是劉基得罪大人在先 我找你代他唱歌 大人也不會聽 至於他自盡的事 是他自己看不開而已 甚麼都是他自己拿來的 萱萱, 你敢去記住劉基? 是你害死瑟瑟姐姐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好, 你令我很失望, 很心痛 福姐, 我真的沒心 當初聽到杜娟的聲音 很像劉基 那你就順口向余夫人提過 我真的沒想到余夫人 會叫杜娟和歌女去學劉基唱歌 更加沒想到劉基會因為這件事 而看不開自盡 不要再為自己鎧脫, 杜娟的聲音 不可能一朝一夕學得這麼神似 你沒理由不知道余夫人會這樣做 你最不應該的, 是連杜娟也利用了 就是因為你妒忌瑟瑟姐姐和我親口 你害了這麼多人 那本女針你抄來也是白費心機 你根本就不要把斷言的事記起心頭 有啊, 福姐 福姐, 只不過是因為陰差陽錯 才造成這次悲劇 不要再為自己找藉口了 是我察覺不到 你對曉曉姐姐的恨意那麼深 是我害了曉曉姐姐 以後你也不會再回家鄉園 我沒有良心滅滅的妹妹 福姐, 你別不理我 我無親無故在這個世上 除了福姐你, 我再沒有另一個親人 天大地大, 你要我去哪兒 福姐, 我真的知道錯了 我真的會改的 有些錯是不能回頭的 我永遠都忘不了 我忘不了 曉曉姐姐臨死的時候 她那種絕望和痛苦 她天眼一樣的歌聲 要她失去聲音, 要她啞 媽媽, 你殺死她, 更加殘忍 福姐, 你無論如何罰我 千萬不要丟下我不管 你做得好, 我們姐妹情已盡 福姐 小姐, 你看圈圈回來了 圈圈, 主持人 圈圈圈 你們不可以先走 別打 圈圈, 你今天醒來救我 這種情意 好像和我生死與共 皇天在上 皇天在上, 今天我恩復 我各圈, 易潔甘難, 天地為正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不願意 你閉嘴 圈圈, 小姐 不論你有成說錯甚麼也好 你不應該動手 我要你向她道歉 萱萱, 你幫我叫友善 準備一些茶點 切幾煎炸油, 姐姐不能收 大子見也有興趣知道 你打算把這個古琴 轉送給誰呢 是劉基 這本是女針, 你給我抄幾片 對, 有錯失心養性的 你做得出來, 我們姐妹情已盡 伏姐, 我在這裡跪了一整晚 淋了一整晚魚, 我終於知道哪裡錯了 你可打我, 罵我, 罰我 但不要不理我, 我受教的 我真的受教的, 福姐 我是怕 我真的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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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